这里是404大案馆 404大案馆是中国数字时代CDT的一档音频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知名反共技术博主编程随想的失踪 编程随想是一位网络技术水平高超 同时十分神秘的博主 据推特账户的自我介绍 编程随想是一名IT宅 热衷于抹黑党国 揭露洗脑 普及翻墙 2009年他在Blogger平台上开通博客 起初专注于分享编程技术类内容 他自称决定开始大量写作政治敏感类文章 源于2010年发生的前云会事件 和2011年间的茉莉花革命 之后他将自己写作博客的重点 放在提升思维能力 普及政治常识 扫盲翻墙姿势 揭露党国嘴脸 以及网络安全教程 软件技术开发等方面 编程随想的博客 曾获得2013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 两个单语中奖项单元的最佳中文博客提名 随着博客影响力的扩大 读者增多 反中共洗脑成为编程随想博客最重要的议题 政治内容的比例也不断增多 编程随想的博客被认为是迄今为止 反中共洗脑内容最深入浅出 最理性客观 质量最高的博客 有人说 他的博客是所有刚学会翻墙的 初阶人士的必读之物 为了方便不善于翻墙的内地读者 编程随想还提供了离线浏览和邮件订阅功能 此外 每个季度 他还会发放一次安全动态的最新信息 以及博主本人的点评 帮助读者掌握网络安全的最新状况 编程随想的文字创作 对一党专制及其网络审查制度有犀利的批判 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和过人的勇气 过去的十年中 在中文互联网上表达同样观念 传播类似信息的网友不下成百上千万 但是没有人像编程随想这样 用一个固定的博客和网民 持之以恒地搜集 整理和分享这些信息 编程随想以自己广播地阅读 清晰地思考 专业的知识 透过明了但又分区的文字表达传播思想 并且与大量读者互动互答 可以说是以一人之力 建立了一个抵抗中国审查制度和网络分锁的社区 编程随想博客中 最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 莫过于创建于2016年2月29日的 太子党关系图网络项目 通过搜集危机百科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百度百科等媒体上的公开信息 编程随想整理出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 包括130多个家族 700多人的资料和关系网络 2016年6月8日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致信Github 称其平台上的该项目 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 要求立即予以删除 这是2014年10月以来 Github公布的第六项删除特定项目要求 此前五项都来自俄罗斯 2019年1月 编程随想发布了 太子党关系网络版本2.0 作为一个身在墙内 且常年发布高危敏感实证内容的人 他用强大的匿名技术来自我保护 他的博文 为啥朝廷总抓不到俺 十年反导活动的安全经验汇总 充分展示了其对自我技术与安全的自信 编程随想曾告诉读者 他的博客静默不超过两周 都属于正常情况 但今年5月9日之后 网友发现编程随想再未更新博文 其Github Twitter等账号 亦全部停止更新 至今50天已经过去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他是不是出事了 随后网上也出现了 两条他被捕的传闻 一位网友祈祷说 我希望编程随想只是被车撞了 住院了之类 这样的祈祷听起来颇不合适 但也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一个常年批判党国之人 一旦落入党国之手 其后果远比一场普通的车祸更为严重 倘若编程随想 真的是因中共持续多年的 国家级别的技术搜查围剿而被捕 这对大量匿名翻墙网友 技术信心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一位推特网友评论说 如果编程随想都能被安排 那我们还远吗 如果编程随想只是因个人原因 未能及时更新博文 网友们的过度担忧 也揭示了另一个现实 一个知名博主的断更 令人首先想到的是他被当局抓捕 而不是正在享受一段长假 这说明在极权统治之下 人人皆处于无远伏界的恐惧之中 六月中旬 中国数字时代在多个社交平台 对编程随想进行了敏感度测试 其中B站对编程随想禁搜 无法在APP内搜索到相关结果 但在外网如Google搜索 可查到其在内有编程随想相关内容 抖音则无任何相关结果 微信搜索编程随想会自动补充 编程随想被抓 且未完全禁搜 但微信公众平台 无任何有关其最新动态的文章 微博知乎限制相对较少 可找到少量编程随想博客的转载 随着他博客静默的时间越来越长 人们对他的担忧于日俱增 网上有关他被捕的传闻亦不断出现 在这里我们只能和众多担忧他的网友一起祈祷 希望他能平安归来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我们邀请您参加敏感词开源研究项目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